花莲市民代表会市政总执询议程6号进入第4天了 分别是由市民代表谢一轩、江凤仪、肖明龙还有韩灵梅来进行执询 他们也分别针对了环境营造、社会福利还有林里整编等议题提出了多项建言 市政总执询议程来到第4天 首先由市民代表谢一轩进行执询 面对班次较少的公车 他针对长辈外出的交通安全提出建言 希望公所能够把幸福巴士的概念导入市区 除了方便长辈们出门也更加安全 这个老人家一年占了我们车祸死亡比例A1的部分就将近了四成了 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 各乡镇也开始推行幸福巴士 也是过去怡萱一直所提倡的 这所谓幸福巴士针对老人家 他这个停的地点就是医院、市场、这个里内的活动中心 是观光巴士所到不了的这些的社区里面 我们希望藉由这个申请公路局幸福巴士的部分来深入到这里 那他们在上班的子女 也就不用担心说他们去市场买菜 或是市场去医院就医的这个部分 都可以让他们来放心他们去上班 老人家搭乘这个我们花莲市所推行的这个幸福巴士就可以了 市民代表江凤怡 则是针对邻里整编提出看法 面对人口数值深的吉安乡 与花莲市人口数只相差一万八千多人 但是花莲市有四十四个里 吉安乡十八个村 比起来明显花莲多出许多 如果整编成功的话 预计一年可以省下一千多万元的市场预算 当初我跟民政长讨论过 我们花莲市最适合就是三十到三十五个里的部分 那如果你以这样来讲的话 我们市公所一年大概可以省下一千万的预算 就是给里长的钱 那么这个一千万的部分 我们花莲市总共有九千盏的路灯 一年的路灯的发费的电费是一千三百万 就等于整个是cover掉了 这个是我今天咨询的一个重点的部分 那么以明年整个换发身份证来讲的话 我希望公所团队能够及时广益 三个月到四个月的时间 把里里整边有一个初步的规划下来 能够来搭配我们内政部 全民的换发身份证 那么我们全民的换发身份证 市公所又可以省下一笔门牌整边的费用 而市民代表肖明龙 只是针对原型客提出多项建议员 希望公所能够以市民的福祉作为第一优先 因为我们原住民失业的问题越来越多 假如说我们原型客多半职业训练的话 会增加他们的专业 也会增加他们的经济收入 那接着基本设施为止会 因为这个基本设施为止会 已经十一年了都没有调整 一直以来都是一千零一百五十万 那我的建议就是说 因为已经是物价波动了 好几十年了 应该基本设施为止会要增加 那有关左仓的部分 也希望我们的地方政府 听到我们的市公所 民意代表的声音 把五十年以来的这个活葬场 那个烟囱把它打掉 多听听民意 最后由市民代表韩林梅进行质询 他除了希望公所可以整顿美伦溪 作为油气场所 也希望将来能够成为 海上运动的发展基地 我们这个美伦溪的两侧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漂亮 而且非常适合我们民众 去做油气的一个 这个运动的一个空间 那我觉得水岸的一个活动 是一个城市发展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所以今天特别针对美伦溪诊治后 我们的市长以及公所团队 会如何利用这个空间来发展 我们的休闲运动以及海洋运动 那对于我们的整个经济来说 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于代表们提出的疑问 公所相关科室署管都一一给予回复说明 并且表示只要是公所管辖及能力范围 就会尽全力来执行改善 完成代表们监督市政的要求 就续的情 华林市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